张盈盈终于和张蓝汪小飞一样走上了直播卖货这条路 近日有网友曝光张盈带着员工去公司参与选品的照片 一次也要开始直播卖货 照片中张盈拿着选品仔细的查看 神情看起来十分认真 不仅如此张盈还坐在桌前和同事们讨论开会 大油调大干一场的感觉 张盈加入直播卖货阵势 再次遭到不少网友的嘲讽 被调侃不是一家人不仅一家门 为了捞筋和张蓝汪小飞起上阵 还有些网友心里吐槽张盈压根就不需要选品 直接和张蓝汪小飞合体直播就行了 甚至于还有网友放话 只要张盈敢直播就去举报 之前有网友爆料过 汪小飞没离婚之前也想拿着大小S一起直播卖衣服的 但姐妹俩拒绝了 后来小S返回台湾继续主持事业 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而张盈被曝擦足婚姻是小三后 依旧发布视频在网络上活跃 居然还吸引了不少粉丝 某种程度上而言 张盈和汪小飞确实是一类人 哪怕遭受那么大的舆论压力 依旧能公然出现在大众面前直播卖货 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强 如今张盈也开启了直播之路 以后说不定还真的会看见 她和汪小飞张盈连麦的场景 如果张盈真的卖货的话 你们会支持吗